大家好 歡迎來到炭灘韭菜 本頻道是透過趨勢線型態支撐及壓力的方式來分析個股 100元會員是純粹贊助本頻道 300元會員會在星期三和星期日發布會員影片 會員影片內容是支撐及壓力個股的分析 大家好歡迎來到炭灘韭菜炭灘韭菜 那現在時間下午的3點51分 那我們今天大盤呢又疊了185點 然後昨天也是大碟那今天是大碟 那在昨天內部副盤大家不知道有沒有看 就是說講了這個算是說 電子指數啦 那必須守住還有我們關注的貴買指數 那今天會大概稍微提一下 那可以看到我們今天的個股是比較多的 所以會比較 著重在講這個個股的一個區塊 不過大盤部分還是會說 但是還是必須要知道 就是 如果說大盤現在就算再好 那你個股操作的很爛的話 你還是沒有辦法這個 能夠獲利啦 譬如說11月 你可能挑錯 譬如說 高麗的話 儲能嘛 那你 挑錯的話那就是買到一些什麼 東元啊 那可能像高麗也沒什麼漲 當然是之前的小漲 那可能就還是沒有辦法去 獲利這樣子 所以 我覺得啦 我覺得大盤東西 我自己個人也是有點懵啦 那到底是 該怎麼走 該這樣走 該這樣走也不是我說了算 所以說 個股啦 我覺得你把所有的精力 就是把所有精力呢 放在個股上 我覺得會更加的有成效 OK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那今天是停利的萬潤跟這個浮華 然後停損的美律加斯達跟元泰 稍微看一下 那這個萬潤是9%的時候賣掉 那其實有超過10% 但是那時候就沒有看了 那後面是Soling很長的 上影線 但是並沒有全部賣掉 我是賣在大概 7%還8%的位置 所以說今天的這個 獲利是有9%的左右 那浮華部分的話 是這個 之前10%的時候賣掉1% 那今天是下了一個保本單 就是 打到成本就走 對因為 可能啦 盤是有一些不好 那讓我自己也覺得說 不要把這個 原先可能賺錢的部位呢 然後搞到最後可能變賠錢 或者說就沒有賺 現在就是沒有 太好的一個大盤的話 我個人認為這樣的選擇 應該算是不錯 好我們就來看一下吧 那就先講兩檔這個停曆的部分 那這一檔就這樣講 那這一檔的部分的話 之前在我們的會員各國 就在 13號 就是上週的時候 上週的時候有講 那我在禮拜一的時候進場 其實在 忘記什麼時候 在復盤的時候 好像都一直在講 還有之前這個地方也有講 對那 我是在 週一的時候進場 然後週五 那拉 那今天就做停曆 那主要他們 進場的人 應該是在賭一個 這個台積電的這個法說吧 這個COAS的部分 那他也是創了歷史新高 所以當時候就進場 就這麼簡單一個邏輯啦 OK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浮華吧 那浮華之前也是有 放這個 會員個股 1月6號的時候 那 我忘記在哪邊進場 不過應該在這一根 或這一根啦 忘記了 反正拉上來 這一根有做賣出嗎 15號的時候 應該是15號 看一下 1月15號的時候賣掉 週一的時候賣掉 那今天呢 我的 成本好像在 53塊吧 有點高 所以我自己個人 設在54就把 剩下的部位去賣掉 那最後是賣1%多啦 可能53點多的時候賣掉 所以就這樣 那當然有可能他打到 其實只是打到 小小的支撐啊 然後不跌啊 之類的都有可能 那有可能 我就是 這一波呢 下跌的時候 把所有部位都出出去 然後最後沒有 最後拉上去的時候沒有賺錢 那就算了 那就算了 反正 我覺得呢 就還是走一個比較 保險的一個路線 我目前的想法是這樣 然後我們就來看看 停利的部分嘛 停損的部分 那停損的部分的話 這一檔美率也是 之前在這個 第一檔的時候進場 然後 原先是守這個缺口啦 對那今天其實開D的時候就賣出去了 賣出去了 所以說大致上就是這樣 那之前也是從左側抓的 那我覺得是抓的還蠻漂亮 主要是這一個嘛 然後這地方也有一些盤整 然後最後往上拉 那我自己覺得要慶幸的是 我並不是買了120這個地方的人 那真的是這樣子 我相信有很多人買在這個地方 然後在這邊跌破的時候 並沒有去做出場 那一路跌跌跌跌的地方 然後直接這樣 刪除APP 蓋排不開 那我覺得這是 波段來說的大忌 所以 基本上看我停損 不可能超過 最多最多啦 就7%啦 好不好 你看到我每天po這一個 限動上面的這個 最多最多可能就真的7%啦 6%我都覺得有點多 有時候可能買的價格真的不太好 然後必須守住 原先該守住的 比如說我這次守這缺口 那如果是缺口在低一點的話 我可能就守住更低的地方 對那 我停損的呢 並不代表他就沒機會 什麼意思 就是他如果說這邊打一個 W底的話 都是機會 真的都是機會啦 OK 那我們看一下源泰 那源泰原先 我忘記好像守在182.5吧 所以他盤中的時候都被點出去 那他最低的上到180之後又拉了一個小尾盤 尾盤拉上去 那我不曉得他 這個到底要怎麼去 去解讀他這個拉的下影線 但是如果說 他在明天 能夠再拉回去 大概在150之上 150之上 如果明天能夠拉回去的話 或許 會是一件好事情 因為其實源泰 他就是一個蠻控這一個 貴買之數的一個 一個 我只要是一個商品 因為他是貴買之數裡面 這個 拳值最大 就是 上市 加拳指數最大是台積電 那我們的貴買之數最大是源泰 那今天拉尾盤 就是刻意 尾盤有點去把這個貴買之數稍微再拉起來 之類的吧 然後他如果之後翻回來的話 再關注看看吧 OK 那我們看下去 加四打 那這次塔的部分的話 我有點忘記有手哪裡的 他今天是中閘 那 我自己這一檔是挺的 挺損比較毒 5.5% 我今天忘記我 我買在哪邊 我應該是買比較高 我買比較高的地方 你買在這裡是不是 有這麼高嗎 我看一下 好像是這麼高 我買一個非常高的地方 對然後在這地方做停損 對這個就是沒辦法 有時候確實就是 想買的時候拿著進場 然後你必須停 等一個比較大的地方 然後停在這地方 那就是在這地方 然後變成是5% 那如果說我之前願意做等待的話 那可能就是3% 就沒有必要扛那麼大的一個虧損 這個 就是 我覺得需要小心注意的 當然你說 這個地方怎麼失敗了 如果說之前在這地方做進場就成功 也是 沒錯 你是沒錯 但是就是那時候沒進場 所以說選擇在下一個右側的交易地方做進場 那目前整個崩掉了 所以 有的人自己小心吧 那我不曉得他後面怎麼走 對那 後續再看吧 OK那我們講回來 我們今天分享的觀點就是我在 別的地方看到 就是說 一些比較偏 產業趨勢的 一些分析的人 講出來的 話 那當然 這個話當然對 也是錯 那我就分享給大家 那 觀點的部分 因為我們主要還是技術分析 所以說我不會一直告訴大家說今年是什麼產業復蘇年 這樣這句話 那什麼有疊啊 就要在低檔佈局啊 那你一定要買啊 不要追高 我當然我會說不要追高 但是 現在到底是不是可以買這件事情 有時候我確實都不知道 我不會一直無腦一直講說 就是 就是 多方多方多方 就是多之多 雖然說我昨天一直在找一個地方說是多方 但是也是 有憑有據吧 有憑有據的高 不是說 一個很空無的東西 我們是照著我們現在的 層壓的邏輯去告訴大家 OK那去年呢 如果說一直講這句話呢 那為什麼你去年會買 應該說前年的10月底 全年10月底開始做反彈 那時候還沒復蘇啊 你怎麼會買 對不對 所以說 我覺得講這句話還蠻bug的 因為 你還沒復蘇的時候 你也是從這個 大盤是從萬二長到萬七啦 還沒復蘇的時候你還 你也在買 那你進場的理由是什麼 出場的理由是什麼 出場的理由是什麼 你是純粹的說想買而已吧 所以我會覺得說 我不會告訴大家說 這個東西啦 就一定要買之類的 因為 我覺得他也太慫恿別人了 那如果說假設啦 我真的聽了這句話說 好吧那就買吧 我今天研究研究一個月 那為什麼盤子這樣 終於跌下來我買 買下去之後一路跌 對不對 因為 你進場的一個邏輯 還是必須要去歸好 你到底是 均線啊 還有指標還是撐壓 還是說你是左側交易 右側交易 那你 進場的時候你是分批投入 還是真筆投入 對不對 其實之前有看過有些人的方法是 追這個強勢股 但是他是分批買進 就是要可能拆一個 無比之類的單 在每一天的尾盤去做進場 然後是買這零股這樣子 那他可能強勢股嘛 可能有回測下來他就覺得很輕鬆 對啊 那這也是一個方法 但是 當然啦他如果說破線的強勢股 當然也是不行 就像電法科 我今天疊得很慘這樣子 好 好 那這個 明天如果繼續崩的話 我會做的事情是什麼 這個多頭將軍 我們昨天當了一天啊 那我們當兩天好了 當兩天 如果明天繼續崩啊 我就卸任了 就卸任了 如果明天繼續崩的話 那 觀點應該 那個點 應該說那個point 還是會比較聚焦在 櫃門指數 還有那個電子指數 那我們先講說 明天如果繼續崩的話 我可能會做什麼事情 那我未必會做 但可能會做 的事情 可能會跟今天的那個浮華 有點像 各位來看到吧 就是原先撈出去 就像浮華嘛 賣過一次 1月15號 所以說賣過一次 不管有沒有賣過一次的話 不管有沒有賣過一次 浮華賣 那 其實我手上有一些是 糾結在前高 他就是不過 那 這個趴是不是6趴7趴 要不要賣 要不要賣 或反彈嗎 或反彈嗎 我在 今天問自己 應該說我在昨天問自己 然後今天疊下來之後 就不太想賣 只是每次都有這種 奇妙的想法 所以說我要告訴自己 就是這樣子 我告訴大家東西 分享的東西也是在告訴我自己 因為有一些可能真的沒有到10%啦 那可能只到前高 那前高可能有著 5% 6% 就有點不太想賣 OK 但是呢如果說明天真的崩盤 跌回到原來成本的一些個股 重新 我去設定 或是手動 就讓他出去 到達成本的話 我會進行一個保本的一個動作 因為我們永遠不知道後續行情 到底會發生什麼事情 對 那原先剛進場呢 可能比如說你今天才進場 你昨天才進場 那還沒拉出去的 你要直接拜拜 也OK 但是呢我們要回歸到一個問題 這個問題叫做 我是不是看太多了 你是不是看太多 什麼意思 就是我們都是白癡 最聰明的是 我剛剛看到的 說什麼 產業復甦年的這個人 什麼意思 就是 我們分析那麼多 可能會空方 把那個地方掉下去要破線了拜拜 大盤要下去了 結果明天 直接屌拉一根這個300 300點往上拉 有沒有可能發生這種事情 先砸100點 再往上漲300點 有沒有可能發生 也還是有可能 所以這就是股市裡面 大家就是沒有辦法 每個人都賺到錢 就像你這個高手 你還是會 輸錢的一個定律 就是 真的沒有那個 那種算是 100%勝利的這個策略 只有長勝 長期勝利的策略 這樣子而已 對 仁章所 那當然我 我不一定會做這件事情 但我 可能高基率會這麼做 但是我應該會 比較去check 我會去等待 真正的 就是電子指數 跟這個貴賣指數 他們去破線 這樣子 這是我的一個想法 好 那再來我們 直接延續下去看 那就是說 目前大盤有兩個劇本 但 我有點把第一個劇本給散掉 我可能只是看第二個劇本 這樣子 但是我還是先講第一個劇本 第一個劇本是我們之前畫的 頭肩頂這個 迪夫滿足 到16900 這件事情 到16900 這件事情 我們之前畫畫那邊 再給大家回顧 review一下 應該是review 反正之前這個底盤有畫一個頭頂底嗎 我不知道長期看副版有沒有去 去這個 去記得 那這有畫 那我之前說嘛 大盤其實他蠻會走這個 就是 形態的 他真的搞出一個形態 他感覺上真的會 讓他 去做這件事情 去滿足這件事情 所以 這是第一個劇本 但我不知道這劇本到底 可不合理 可不可行 因為這個地方再跌下去的話 今天是16 161嘛 那再往下跌的話 大概還要跌 260點 這260點從來生出來 如果說我們 這個第一個劇本裡面 又有分支兩個劇本 第一個分支的劇本 就是說電子指數 加貴買指數 我們不要看貴買指數好了 我們先看電子指數 電子指數 守住 OK他守住了 但是跌別的指數 有沒有可能發生 有可能 昨天就是這樣子嘛 昨天我們給大家看過 所有的傳產類的 這個指數全面崩跌 全面崩跌 那其實影響最大指數還是在那個 金融指數 OK 那第二個分支的這個劇本就是電子指數呢 他 灌破 他真的灌破了 OK 那他灌破之後 他灌破之後 然後來做一個破底翻 他真的灌破了 灌破了 比如說他在跌個一根 跌個兩根 OK 灌破之後 然後來個破底翻 這是第二個 這個分支的劇本 當然他有什麼 345678的劇本 都有可能會發生 比如說 我剛剛有思考 電子指數真的跌到這個843 我跌到之前這個低點 這個低點 這個低點 這個位置 那這個跌下來的話變成說 可能是 又回過頭 傳產的又守住了 然後只跌電子骨 只跌電子骨 因為 他跌到這邊的話 然後又符合16900的話 我覺得 不符合實際的 他真的跌到843的話 我會覺得 如果說其他的傳產繼續跌的話 那指數真的不知道跌到哪邊去 真的不知道跌到哪邊去 那為什麼會說是在16900 給大家看一下 因為 左側這裡其實之前有一個 盤整區嘛 大家應該很清楚這邊有盤整區 這樣子嘛 然後這裡是之前10月26 10月31 我昨天講過 這低點呢 做一個WD的破底翻 WD的破底翻 然後往上去走 所以說其實這裡有一個盤整區 那這個地方其實是 也是蠻有機會會去守住的一個 我認為是大自身的位置 然後剛好也是比較偏符合 就所謂的 如果說真的要做正形態的 這件事情的話 但是 電子指數感覺上 不可能跌那麼慘 對所以 我想說這個劇本 這個主力到底要怎麼走啊 然後我們就講第二個劇本 第二個劇本其實就是我們 昨天講的東西 電子指數啊 像我們剛看電子指數嘛 他其實 我 只能說 不認為他是 非常慘跌 他比較像是這個 去年的10月31 就是 有點跌然後有點收下限 然後隔壁跟11月1號卡住之後 就開啟了11月的墮頭行情 11月墮頭行情應該是 基本上可以把你這邊 虧損的 的一個部位呢 一個資金呢 一個 虧損的一些錢能夠 直接大幅的撥位啦 我自己個人是這樣子啦 那今天這一根有 一點點像 但我也沒辦法知道說 明天真的在那邊卡 十字星 第一位十字星 隔壁張直接上去 變成底部的所謂 其實這三根就是所謂的塔形底啦 就是這一根是一座塔 然後另外一座塔 把這根疊符給吃過去 代表多頭起動 那我不曉得明天會不會 一模一樣發生這件事情 但是目前的電子指數 我只能說 還 能夠守住 還有的守住 的那種感覺 不是說像這一根 直接 灌破可能到 858 我是收 整根就是那種實體的黑黑 這樣子 我個人的想法 當然不一定準確 那再來的話我們看到這個 冠板指數 今天冠板指數大碟 大碟 那其實這個我們剛看的那個 是有貢獻的 我們剛看的這個 元泰是有貢獻的 因為他還是大碟 那 他最後又尻回來 一點點而已 一點點 所以說 我們曾經 我們畫了大支撐的這個位置 就在這裡 然後我們也是 跟大家昨天講過 我說呢 這邊 之前打一個WD 然後在一個非常重要的位置 就是這個地方 這個是 10月31 就是大盤破線的那個時候 然後後面又走回來 他並沒有破 大盤破 但櫃檬沒破 然後他走回來 那現在其實 充其量也是差不多 剛好砸到支撐而已 我講真的 我覺得他會撐隱私 就好像 我之前在 副盤裡面說的 這裡到這裡 會卡住一次 確實他只是往下點 然後這邊又卡住 就往上走 所以這地方我認為他會卡住 所以 對 就是 站在一個 多軍的思維呢 就是我想要表達的東西給大家 對當然 目前就是一直在砸 但是我還是前面開頭講的東西 我覺得大家 不要說 我覺得說可以買 那大家是無腦買 而是 你真的要去認真的看待這個個股的 進場點 你到底是用什麼方法去進場 你可能看我 可以說可以進 但是我是右側交易 搞不好你是左側交易 搞不好你是 看均線的人 可能看指標 但是我是看撐壓嘛 所以說 你看誰 講什麼 那你就要去 對應著 像這個地方跌下去 也有人說要崩啦 要崩啦 跌破最近期的地點 但是我就跟你說 其實還沒有 就差不多到了支撐嘛 這高點 這高點 這個區塊 就是一個撐壓結構卡在這裡 怕什麼 這種感覺 對啊 所以目前 如果說這兩個東西都崩掉了 一個是代表著大盤的崩盤 一個是代表著貴買的個股的一個 崩盤 如果貴買了 我比較偏看貴買 貴買如果跌破的話 我會轉進場 就是 只做破底板 那不然就不做 對所以就是大致上我今天對於整體一個盤式的一些 看法 對那我也 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裡 接下來會不定期更新 喜歡這部影片的內容 請訂閱及分享 再次感謝大家 那我們下個影片 再見